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明镜人物 中国自媒体丁湘医生一篇百亿保健帝国权健 和他阴影下的中国家庭的文章 引发了中国互联网上的热议 文中提到这样一个故事 为了让年仅四岁患有罕见癌症的女儿周扬 能有一线希望 内蒙古汉子周大力曾经以兼并大哥的身份 登上过央视的星光大道 没想到从希望到绝望的路会那么短 丁湘医生的文章中提及 周扬病情一度有稳定的迹象 但在转而服用权健公司的抗癌产品后 女孩的病情恶化身亡 让周大力痛苦的是 与此同时 网络上却大肆宣传 她的宝贝女儿被权健产品治愈好转的消息 丁湘医生的文章引起关注后 关于权健公司与周扬最终的离世有无关系 是不是利用这次治疗进行虚假宣传 以及权健到底是不是传销的质疑声 纷纷入耳 12月26日凌晨 权健自然医学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通过官方微博发布严正声明称 该文章不实是诽谤中伤 还要求丁湘医生撤稿并道歉 并且将通过法律途径维护合法权益 没想到丁湘医生也不是吃素的 15字正面回应 不会删稿 对每一个字负责 欢迎来告 丁湘医生捅破了权健公司 卷入人民官司这层窗户纸之后 网友纷纷呼吁 打官司 我们给丁湘医生捐工资 连光明网都站出来发声称 权健这一次不能在全身而退 不过就在舆论爆发的时候 12月26号中午权健公司仍然在如火如荼的 举办直销体系的加盟商大会 据每日经济新闻报道 26日大约有2000人从全国各地赶来 准备参加这个大会 相关人士透露 权健集团董事长肃玉辉 中午也将到场清零 会上播放的宣传片显示 目前权健集团业务已经遍布中国 俄罗斯 俄国 哈萨克斯坦 和乌干达等国家 知名公众号侦探军的文章指出 当然权健董事长肃玉辉 自然是宣传的重中之重 他到底是神医还是大忽悠 其实这个一手创立了权健百亿商业帝国的男人 所谓的发家史背后各种bug狂闪 从出生地到学历再到药方 真假无一步浓浓的一股山寨味 偏偏一堆人装作视而不见 在权健官方宣传里 一只大力鼓吹公司拥有600余服中医秘方 其中一幅治疗肿瘤的秘方 耗资8000万元 苏玉辉自己实名认证的官方微博 也介绍过权健收购药方的三个渠道 在一篇古有神医扁鹊华陀李时珍 今有民间秘方传人苏玉辉的文章里 是这么说的 80多岁的老年夫妻 无偿贡献 无本手书的医书典籍 看到这里你觉得还有必要再去听他 一粒粒如何用中草药 对各种癌症药道病除的宣传吗 目前苏玉辉是权健集团董事长 权健足球俱乐部总经理 全国政协委员 上市公司精彩互联的第一大股东 他还有很多令人不明决利的头衔 中国农工民主党党员天津市政协常委 中华健康管理促进联盟副主席 中国自然医学领军人物 人类健康特殊贡献奖 特效医术名医 中国杰出创新人物 中国健康管理行业星光领袖 推动自然医学领域发展最具有影响力的领袖人物 中国行业品牌十大创新人物 有人曾专门打过肃玉辉这些头衔的假 可偏偏他就是屹立不倒 这一次丁香医生的席文能否一见封猴 大家拭目以待吧 以上是木子为您播报 谢谢您的收看 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看明镜焦点 今天是2月26号 是牟泽东125周年诞辰 许多民众涌进牟泽东的故乡 湖南首山参加纪念活动 解放就话报也刊登纪念牟泽东的专刊 不过如果你在中国 想要自己办活动纪念牟泽东 那可要小心了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会会长邱战轩 26号原本要参加学会会 办的纪念活动 竟然在校园被一群自称是远景的男子带走 直到27号下午才被释放回到校园 这起事件引发媒体关注 美国自由亚洲电台就引述 旅居美国的前北大教授夏叶良的分析 指出中共最高当局面临来自左派的压力 逐日增加 法新社也报导 中国与毛泽东的政治遗产之间 关系非常微妙与复杂 在中国要不要纪念毛泽东 是一件相当分裂的事情 学生不准参加纪念活动 不过北大教授却被允许公开赞颂毛泽东 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韩玉海 就在12月14号一个纪念毛泽东诞成125周年的学术报告会上发表文章 要中国人民世世代代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 法广报导就分析 这一句话跟习近平在改革开放40周年纪念活动上发表的谈话相当类似 有趣的是中国的改革开放本来是要改掉毛泽东过去建立的经济和政治制度 习近平却在改革开放纪念活动赞颂毛泽东 为当代中国发展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 在中国能不能纪念毛泽东又或者北京当局在害怕什么 这可能要从邱战宣参与的组织开始说起 邱战宣身为马克思主义学会会长 过去曾经参与过深圳家世工人的维权运动 有一些观察人士就分析 这些相信马克思主义的左派大学生正在走向和基层民众相结合的道路 支持工人创建工会争取自己的权利 不过这些青年学生的行动却让当局害怕 根据报道指出北大校方还有意解散马克思主义学会 前北大教授夏耶良表示 中国共产党目前最害怕的大概就是马克思主义 因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是阶级斗争 还主张用暴力推翻现有政权 建立理想的新政治 当左派青年打着马克思和毛泽东的旗帜去支持各地的劳工 便成为中共当局最害怕的问题 其实这或许也反映了中国经济难以解决的矛盾 从40年前的改革开放 国家主导的社场经济让一部分中国人先富有了起来 不过剩下的人生活没有跟着变好 反而逐渐被边缘化 有的工人群体甚至被列为低端人口 在中国社会空间不断压缩之下 一群关注社会底层并且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左翼青年 在网路和街头集结 抗议逐渐严重的社会议题 成为一股受瞩目的政治行动力量 也因此遭到中国当局打压 在这些声援工人的学生团体中 北大学生月星可以说是指标性的人物 今年8月加入深圳家事工人声援团的月星 出生在北京的中产家庭 进入北京大学之后 月星前往印尼交换一年 根据BBC中文报道 在这一年月星因为发现印尼社会的矛盾与现实 让他的思想左转 回到北京之后 月星参与了几次社会运动 直到8月24号 月星与其他参与家事工人声援运动的学生 遭到警方清场 随后被带走 不论是从学生声援声寸家事工人 或是北大马克思学会会长邱战轩被逮捕的事件 都可以看出 中共当局对于抱持马克思理想的左翼青年戒胜恐惧 根据BBC中文网报道 在最近几年 由于中国经济增速放缓 内部矛盾加强 而当局不断打压自由派思想 意识形态也促使左翼思潮传播 中山大学哲学博士青年学者陈纯也认为 从709抓捕律师事件之后 中国自由派行动人士遭到全面打压 左翼青年自然填补了这个行动空缺 抓捕声援家事工人的学生事件之后 中共当局对于校园内马克思社团的打压 依然持续进行 11月 有更多左翼青年和活动人士在各地失踪 根据声援团16号公布的消息 还有29位声援团成员正失去自由 时间回到12月26号 毛泽东125周年诞成 或许在中国举着毛泽东头像宣扬国威之际 马力主义只能随着他的逝去 存在过去的理想之中 2018年12月18号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 纵观2018年中国的处境 改革开放40周年在美中贸易战震热 中国经济呈现下行之势 人民币汇率持续走扁的情势之下展开 正当外界期盼中国能更加开放的时候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12月18号改革开放40周年 庆祝大会上的一起话 该改的能改的我们坚决改 不该改的不能改的坚决不改 却似乎有停滞改革之意 对于习近平的这一起话 纽约时报评论指出 的确这是一句非常关键的话 透露了中共对改革限定的限制 也就是削弱党的领导 危及中共执政地位的 都是不能改的 进行改革的目的是 更牢固的掌握政权 用在经济发展 提高老百姓的物质生活水平 简言之就是掌握执政的合法性 这是中共领导人一贯的思维 换句话说 中共改革的一大特征 正是改经济不改政治 自习近平上台以来 这一特征更被强化 而在不少面向上 则是呈现倒退 也许正是因为如此 近期中国有一批知识分子 借中共改革40周年纪念时机 试图重新将改革话题炒热 12月16号 中国财经学者向松作 在人民大学 以40年来未有之大变局 中国经济趋势掌握为题 发表演讲 内容谈到中国官方内部 对中国今年经济成长率 有两种评估 一是只有1.67% 二是负值 引起外界极大震撼 12月20号 吴静连十大改革中故文章 出现在金融家智库官围上 表明真枪真剑地进行改革 这是包括我在内的大多数人的希望 然而这些言论 在今日的中国 却仍然只有一个下场 就是被秒删 早在今年9月16号 在中国经济50人论坛 主办的纪念中国经济改革开放40年 即50人论坛成立2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虽然与会 但却没有致辞 没有讲话 在听完吴静连的发言之后 就悄悄离去 当时北京学者荣健就分析 刘鹤出席或许已经表明当局态度 经济学家的声音能否影响上层 并且转换为政策 仍然不容乐观 当局可能还会坚持一段时间 直到走不下去的时候 才会被迫做出调整 而吴静连正是在50人论坛上 批评中共的经济改革没有到位 先把焦点带回向松座的演讲内容 从视频来看 向松座约在第23分钟时提到 政府不守信用一语 并指国务院领导人 曾在常务会议上明确说 中国最不守信用的是谁 最不守信用的是政府 所以现在要把一些政府列为欠钱不还的老赖 在第24分钟时 向松座直指短期的货币信贷政策根本解决不了问题 中国的经济要走出今天的困境 必须实施税改、政改、国改这三项实质性改革 另外向松座也在演讲中提及中国在经济下滑 中美贸易战、民间企业遭受重创方面出现三个误判 他更以华为财务长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捕为例 说明国外媒体都报道美国的盟国全面围堵华为 这并非是简单的贸易与经济问题 中国现在的国际战略机遇出现快速的衰退 向松座这段演说原本被放在微信上 但在中国网民连日热传之后 大多数已经被网管删除 有报导指出就在中国大肆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的关键时刻 吃了诚实豆沙包的向松座 在演说中细数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 许多网友认为这年头敢公开说实话的知识分子已经不多 没想到不到一天的时间 这段演说影片就被和谐掉了 无独有偶的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吴靖连 近日也大胆禁言改革十大中故 他特别提到中国的改革方向就是市场化 法治化民主化别无出路 他的原话是建立市场化 法治化的社会是大势所趋 除此之外中国别无出路 在此关键时刻我们每个人都要做出努力 除了市场化 法治化民主化之外 吴靖连还特别提到苏联市的意识形态 在这一代人身上非常强烈 并称这是一个沉重的包袱 他也忧虑下一代会因为思维方式的惯性 打着这个旗帜来反对改革 同时他更呼吁经济改革要与政治改革并提 强调目前经济改革落后的方面 像国有经济改革政府经济管理职能的改革 都无不与政治改革政府改革停滞落后有关 想当然而这篇文章也很快遭到微博封杀 如果在微博上用标题 吴靖连改革十大中故查找 会显示未找到相关结果 而如果在网络上用吴靖连的名字查询 则会出现零新的相关内容 多数网民在微博上以截图形式转发的图片格式 还原了当时文章发表过的痕迹 从另一方面来看 吴靖连不在中共发布的 100名改革开放杰出贡献对象名单之列 背后原因可能具有政治性 他近年多次呼吁中共落实深化改革 要求让市场在资源分配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或许也成了被差别对待的原因之一 周延总是逆耳 不过只有被掩盖的分 除了向松作和吴靖连 有报道指出 今年以来还有几名中国知名学者的雄文正龙发挥 吉林大学经济学院金融学院院长李小 针对贸易战的演讲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许章润的 《中国人的八大恐慌和八大期待万言书》 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华明教授 没有胜算的贸易战绝对承受不起的呼吁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高级研究员管清友博士 中国处在类似甲午战争前的重要关口的言论 安心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高尚文博士 维持良好的中美关系是改革开放的大局的说辞 某种程度上都是引人反思的争执作鉴 然而这些言论终究可能被掩没在习近平的改革开放浪潮里 渐渐的被吞噬 有评论指出中国眼前的2018年起起落落中 终于可以收尾即将到来的2019年 暂时还难以聚焦的摇摇晃晃 独立学者邓绿文认为 习近平在改革开放40周年上的谈话 比胡锦涛在30年大会上讲话更后退更自信 总结的来说就是没有新意 绝对领导政经分离颇具改革 也有分析人士指出习近平的讲话 盖国起来就是政治上绝不让步 反映了自其掌权以来一贯强调的 党的绝对领导地位 在习近平法治下不要指望政治体制改革 不只没有政治体制改革 而且还在向40年前倒退 知识分子的劝诫言论遭秒山吞没 很有可能告诉了我们一个事实 指望习近平改革也许真是吃人说梦 有报道指出清华大学教授许章润 在文章中提到改革开放终止于习近平上台 历史学家张立凡则表示 改革已经失败 习近平的该改就改 不该改的坚决不改 也可能带有这么一个警告 那就是中国未来可能遇到 难以想象的惊涛骇浪 然而对于期待中国进一步深化改革与开放 冒着被杀头的危险 也要说真话的知识分子 却只能换来遭到当局封杀 或冷处理的下场 这仍是中国当局的政治现实 整个政治环境充实着不容改变 定于一尊的氛围 令人更感悲观的则是 习近平的改革真理到头来 也许只是该来的不让来 不该来的坚决来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明镜焦点 中共近年大规模抓捕及监控新疆穆斯林 这种手段正蔓延至中国其他地区 华尔街日报23日报道 指中国各地官员纷纷到新疆考察 新疆的打压措施正在全国多地蔓延 有学者忧虑 这些举措将会用来针对穆斯林以外的其他社群 华尔街日报指在新疆加强对穆斯林 大规模监视及拘留之际 来自中国其他地区的执法官员 在过去一年内纷纷到新疆考察学习 这导致新疆打压穆斯林的政策 正在中国各地区蔓延 其中在宁夏中宁县 当局设立了一个警察服务工作站的先导项目 工作站位于住宅区一栋两层建筑内 有六名警员除了提供保安服务外 也同时负责监视室内监控镜头 以维持区内秩序 当地的穆斯林餐馆及肉店 已经更换了清真食品标志 删除了标志上的阿拉伯文 改成中文字 当地人指 有关措施是在过去一年内进行 据报道 宁夏清真寺的扬声器已被拆除 因为已减少噪音污染为由 禁止祈祷 还不允许使用阿拉伯风格的清真寺 清真寺的阿拉伯文字被清除 在穆斯林的节日期间 禁止穆斯林进食的习俗 对清真食品进行限制等等 一排排由穆斯林经营的餐厅和肉店 以更换他们的清真食品标识 删除上面的阿拉伯文 新的标识上仅有中文和英文 当地人称这一举措过去一年强制推行 属于遏制伊斯兰习俗的新法规之一 在临近的甘肃省和青海省 很多清真寺都安装了安保摄像头 据政府采购文件 北京和上海等地警方正在采用 在新疆得到广泛应用的一些监控工具 比如提取手机存储数据的设备 中国一直在部署监控技术 并采取强有力的警务措施 应对被北京方面视为激进伊斯兰引发的 反政府恐怖主义暴力活动 新疆的监控工作走在这方面的前沿 在新疆学习到的经验得以传播 表明中国独裁领导者在试图控制民众 消除对其统治的威胁过程中 把新疆当作了一块实验田 宁夏中宁县警方已在当地部署了 一个监控摄像头网络 用以执行一套与临省新疆类似的 严厉警务措施 福坦木大学研究中国法律和治理的教授 卡曼森尔说 北京正尝试发展一套结合现代科技的 21世纪版的毛泽东式社会控制 新疆是这个任务的重中之重 很容易想象这类安全措施 可能如何稳步激增 中国有关部门不断的瞄准 一个又一个他们认为有问题的群体 他说这些目标群体 包括基督徒社团 香港的民主派活动人士 以及中国西部的穆斯林 更强硬安全手段和监控手法的扩散 与中共发起的一场同化穆斯林基督教的广泛运动 不谋而合 中国领导人把这些宗教视为外来宗教 想要铲除这种外来宗教的符号和传教活动 这些宗教活动使信徒觉得自己 有一种独立于中国公民职责的身份 在许多穆斯林看来 这意味着要毁掉一些清真寺和建筑的中东式穷顶 以及其他一些宗教装饰图案 禁止一些穆斯林在摘月进行摘戒 禁止少数民族参加宗教课程 新疆是中国进行审查和同化行动的最主要地区 新疆提林中亚 由大片沙漠和高山地区组成 19世纪才完全成为中国的一部分 分裂思想在当地1100万维吾尔人中酝酿 这些人大多属于突厥以穆斯林 将新疆视为自己的家乡 反政府暴力行为增加后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开始了令人声味的镇压行动 包括大规模的拘禁以及政治教化 报道形容情况反映新疆 已经成为中国威权管制的实验室 美国福德姆大学法学院的中国法律专家 明克胜形容 中国正将现代技术融合到社会控制工作上 而新疆就是最前线 中国当局会逐步针对一个又一个 他们认为是有问题的群体 因此可以想象 这样的保安措施将稳步扩散 在甘肃省平良市 官员们本月已命令一家开设了34年的阿拉伯语学校关闭 称这所学校没有获得适当的许可 很多穆斯林将学习阿拉伯语作为宗教研究的一部分 这所学校一直为穷困学生开设课堂 宁夏是中国官方指定的回族自治区 在省会城市银川被称为中阿之轴的中心广场 包括圆顶和新月雕塑的阿拉伯伊斯兰标志 被替换为中国风格的设计 该区域现在被命名为团结路 两年前完工 目的是展示宁夏跨越古代丝绸之路的战略位置 银川的一个新月造型的雕塑 今年被一个近似中国古代玉环的雕塑所替代 这个中式停格是银川今年新建的 原先在这里的是一个拥有圆顶和伊斯兰建筑设计风格的阿拉伯式建筑 除了禁止对未成年人进行宗教教育和取消 用于宣传清真食品的标识以外 有关部门还勒令清真寺停止用扩音器号召人民祷告 并要求其悬挂中国国旗 一些回族穆斯林对这些限制感到不满 他们说自己是忠诚的公民 不应受到政府的怀疑 在宁夏首府银川 一位65岁的清真寺工作人员流着泪说道 他们在针对伊斯兰教 他们太过分了 其实只需要确保百姓有饭吃有衣川 不应干预我们的宗教信仰 中国各地的执法机构迫切的想要学习新疆的经验 甚至由远在上海和香港的官员组团前来考察 据政府通告和参与者的网络账号发布的内容显示 在中国公安部的一个反恐互助项目中 全国各地的一些警员赶赴新疆 参加了为期90天的交流活动 在交流想法和策略的同时 培训当地警员 据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发表的公告显示 赴新疆进行一线考察为到访官员 提供了提高反恐和作战技能的机会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去年为该项目指派了两位指导员 据当地警方通知称 自上海附近昆山市的一名考察人员 带回了使用警用盾牌和插杆格斗的技巧 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杨大利称 目前在新疆使用的许多高强度警务方法 不太可能推广到中国的主要地区 因为这些做法成本高昂不亦复制 不过专家表示 宁夏甘肃和青海的情况不同 这些地区靠近新疆且拥有回族聚居区 以上是木子为您博宝 谢谢您的收看 他不是唯一一个被逮捕的律师 但却是唯一一位三年来都杳无音讯的律师 欢迎收看明镜人物 中国维权律师也是709案最后一人王全璋 于2015年8月3日被捕 他被指控颠覆国家政权罪 与外界失联超过一千多天之后 这起案件于今天上午8点半首度开庭 2015年7月9日起 中国政府对律师和维权人士展开大规模拘捕 超过200人被拘留讯问 由于始于7月9日 所以被称为709大抓捕 而习近平曾提到 在法庭上行使宪法权利的自由主义理想 会对共产党统治造成危害 因此这项行动被外界视为是 习近平政权对于意见分子容忍度降低的信号 有人被判处半年到七年不等的监禁 有人则被处以缓刑或保释 但依然被持续监视着 而王全璋是709案最后一位受审者 根据网络上曝光的起诉书 王全璋被指控的犯罪事实有三点 一 王全璋在2009年8月 和后来被驱逐出境的瑞典人权活动者达林等人 共同预谋 在香港注册公司 接受境外组织提供的资金支持 在中国多地展开法律援助和培训 传授与政府对抗的方法 技巧 扶植对抗力量 并积极向境外发布调查报告 攻击中国的法治及人权状况 二 王全璋在2014年3月 前往黑龙江 剑三江七星看守所 与一些律师和访民共同示威 要求释放被拘留的人员 并在网络上煽动网民前往关注和抗争 第三点 王全璋在2013年4月至2014年12月 代理三起利用邪教破坏法律实施的案子 多次在网络上歪曲事实 恶意炒作 根据香港明报报导 王全璋案将采取不公开审理 不过报导指出 王全璋的姐姐王全秀 今天上午7点左右就已经到达天津第二中院附近 还发现现场有不少公安 甚至有穿便衣的警察在戒备 而王全璋的妻子李文竹 只是想出门都没办法 报导说 李文竹原预计清晨就准备由北京出发前往天津厅审 但被守候在家门外的国保人员阻挡 李文竹不愿乘坐国保的车辆 因此他和另一名律师李和平的妻子王俏领 都被困在家中无法前往天津 李文竹也是王全璋事件中的重要人物 即使不断被便衣警察威胁和骚扰 尽管对这一切深感害怕 但他也拒绝保持沉默 2017年美国国会就维权律师案件举行听证会时 李文竹在一段录像里现身作证 今年7月 消失千日的王全璋终于与代理律师见了面 李文竹透过律师得知了一点丈夫的消息 但听了律师的描述 李文竹表示 王全璋已经不是原来的王全璋了 王全璋在狱中疑似被迫服用高血压药 和律师会面时还表现出很害怕的样子 且与律师的沟通过程中甚至无法正确理解对方的意思 先前就有传言指出 律师们被拘留时会遭到虐待 被强迫喂药 上铐 殴打 以及被要求长时间保持不舒服的姿势 因此律师们在法庭上 或是在国有电视台露面认罪都不能算数 因为这可能是他们承受必无可避压力之下的结果 外界猜想 王全璋持续被监禁 可能是因为他还在抵抗 根据BBC中文网报导 李文竹曾说过 他认为可能是因为他的丈夫完全不妥协 所以才无法处理他的案件 这三年多来 李文竹为了营救丈夫王全璋 到处奔走抗争 前后到中国最高人民法院进行28次控告 甚至从北京徒步到天津 寻找丈夫的下落 要求法院回应 在万里寻付的过程中 李文竹遭遇过各种骚扰 跟踪 脱衣检查 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等对待 也曾面对死亡威胁 为了表彰李文竹 捍卫人权事业的解除贡献和勇气 今年11月27日 瑞典颁发2018年 爱德斯丹人权奖给李文竹 但李文竹遭到中国政府限制出境 因此只能为请旅美中国人权律师 陈光诚的妻子 袁伟静代为领奖 袁伟静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 李文竹在典礼前有发一段视频 提到王全璋刚被捕时 心里如何担心和害怕 后来又是如何起身抗议 袁伟静认为 这个奖项对于为了家人自由而抗争的人来说 是很大的鼓励 而家人的支持对维权人士而言 也是很大的鼓舞 进而形成良好循环 对于王全璋案今天开庭秘密审理 香港组织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 以及台湾声援中国人权律师网络等团体 昨天发表联合声明 认为王全璋获得公平审讯的权利 根本从未受到保障 并批评中国政府多次侵害王全璋 不受秘密激压的权利 以及侵害王全璋得到有效律师辩护的权利 要求立即无条件且无罪释放王全璋 此外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等多个香港团体 也号召今天上午10点进行游行 前往中联办抗议 呼吁立即释放王全璋 以上是盛云山为您带来的明镜人物 感谢收看明镜电视